你这个大嘴怪 总算是又飞下来了 自己学着啄 我看你今天知道自己啄不 他等着我跟他塞到嘴巴里面去 快学着啄 太懒了吧你这个家伙 他还是今天早上出气的时候我喂的 现在的下午4点钟了 你也太能啃了吧 你自己啄一下呀 你这么笨你说你下个月怎么难牵 其他的鸟到时候都飞到南方去了 你还真打算留下来陪我过冬啊 我看你这家伙是想吃肉吧 这么大的太阳 你还想让我去给你抓蚂蚱 用点饲料他还不吃 放在他嘴巴里面他才吞 真是受不了你了 你看他好狡猾 吃了一口他就赶紧闪开了 是吗你去抓他 昨天的蚂蚱还有几个 我们拿来放在这里 看下他知不知道去啄火物 来来来来这 别跑啊 你还有点胖 我放这 这个蚂蚱大腿已经被我去掉了 飞不了了 让他自己学着啄 行行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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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被鸽子啄了吧 你还跑 你往哪跑啊 你不吃了吗 这肉的他没吃到嘴 你也要跑是吧 我放这 他居然害怕这个蚂蚱 太笨了 一点都不知道啄 这有个目标 这有个果子 它好像对这个颜色鲜艳的东西 比较敏感 看它这个果子它啄了一下 开窍了 真的吃了 它自己摘的 拿着西红柿和葡萄过来 看一下它是对红色的感兴趣 还是对这个青色的感兴趣 来 啄 自己叼了个葡萄 没叼稳 掉了 快吃 这个嘴巴你看 叼东西的时候摆 好 成功了 又掉了 有点大了 我来拧一下 它好像对这个颜色深的 确实要敏感一点 喜欢叼红色的 好 成功的吃了一个 这一次我没有喂它 巨鹰总散是迈开的第一步 掉这来了 来 不给它捏开有点滑 对 就是这样吃 来 来 来 这 这 好 吃了两个了 又掉了 这个嘴巴 你都不知道捋一下 它横着往下吞 吞不下去 掉了去了 在这个蜘蛛网上 再给它捏小一点 好样的 对 就是这样 再来 不错 今天进步的非常快 感觉它到了一定的程度了之后 长大就是一瞬间的事 很快就开窍了 好 吃了不少 三个西红柿都是它自己吃进去的 这层没有让我塞到嘴巴里面去 看来今天冬天不用陪我过冬了 吃饱了它又上树了 希望这个家伙能够快一点自己独立 结果一样 有点好的 啊